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健康 我健康 大家都健康 各位小喵 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蓝療印象 今天 我們要介紹的主題是什麼呢 鏡頭拉鏡臉背膠一下 沒有錯喔 是溫度計 在介紹今天的主題溫度計之前呢 先來介紹今天的代幣 首先是我右手邊的Vagina老師 Hi everyone 接著是我們的護理師怡婷姐姐 Hi 大家好 怡婷姐姐還帶了兩位的小幫手 我們的防疫小幫手 我們的小香妮同學 Hi 還有我們的銀絲卷同學 Hi 因應心形肺炎的關係 小朋友你上學的第一件事情都是做什麼 填寫健康生理卡 對不對 那再來很重要的就是要量體溫 那因為兒童節快到了 家長會呢就送了所有的小朋友一支的體溫劑 那這體溫劑到底要怎麼使用呢 當然我們就要請到最專業的護理師 我們的怡婷姐姐來教大家怎麼樣使用這支溫度劑 好我們一起來聽看怡婷姐姐怎麼說 好在教大家怎麼使用溫度劑之前 我們要先跟大家講一些注意事項 那記得我們這一支體溫劑是量腋下 量腋溫 那所以我們在量之前呢 一定要確保我們的腋下是乾淨的乾的 所以如果你在量之前請你們先拿衛生紙或者是布 把你們的腋下擦乾 那第二點呢 注意事項就是 如果你們剛做完運動剛洗完澡 或者是你們剛吃完熱的喝了熱的東西 或者是你們現在情緒很激動 那體溫都會偏高 所以請你們休息30分鐘以後再開始測量 好那基本的注意事項講完了之後 要教大家怎麼使用它 把它從殼子拿出來之後 然後這裡有一個按鈕 就是開機還有關機的按鍵 請你們按一下 會聽到B的一聲 然後這時候看螢幕 螢幕會出現LC 那如果有出現這個LC 就代表這支體溫劑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然後這時候呢 請你們把這個銀色的部分夾在一下 那不是透過衣服啦 是放在那個衣服裡面 夾在一下 然後它的那個C會一直閃動 等到它的C停止閃動 並發出嗶嗶嗶嗶的聲音的時候呢 就代表測量完成 然後這個時候前面就會有一個你的體溫 那正常的溫溫呢 是35到37度 那如果小朋友的體溫超過37度 就代表你的體溫偏高 那可能休息5到10分鐘以後 再測量一次 或者是拿耳溫槍測量 對 那琳琳姐姐講了這麼多 大家應該都很聽得很清楚 你的溫度計拿好了嗎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兩位防疫小幫手 小蝦米和銀絲卷 來幫大家示範看看 這一支體溫計到底要放在哪一個位置喔 好我們一起來看看囉 先打開蓋子 按一下這個 會發出B的液症 然後它會閃出LC 然後就可以放到液下開始了 然後我們測量呢有兩種方法 一種呢是你可以把袖子捲起來 放夾在底下 那你記得袖子捲起來的時候 記得體溫計銀色的那個地方 不要夾到衣服 這樣子會側不準 那再來呢你可以把你的臨口拉開 把體溫計放進去裡面 然後夾著 那記得我們在量體溫的時候 我們雙手不做任何動作 我們休息 就是這一分鐘只專心的量體溫 那我們現在就等待他們的體溫 好是誰的 誰的腳 好我們來看一下銀絲捲 它的體溫是36.1度 那剛剛說了量一下的溫度 35到37度是正常 所以我們的銀絲捲它36.1度是正常的 可以來學校 好那我們現在來捲小蝦蜜 有了小蝦蜜的體溫出來了 是35.6度 那一樣是在正常範圍裡面 那剛剛有說了 如果你的溫度是大於37度 一定要再double check 就是再量第二次 那如果你們 如果你測量兩次都是37 那你們家如果有耳溫腔的話 可以改用耳溫腔測量 對那 OK好我們非常謝謝怡婷姐姐 還有小蝦米跟銀絲捲的介紹 那怡婷姐姐啊 這個溫度計應該是一個非常私人的東西 對不對 那它可以借給別人 或者是我們要怎麼樣做清潔嗎 這個溫度計是非常私人的東西 私人的物品 所以我們自己用自己的 我們不借給別人使用 那就算是家人也一樣 那如果你們的體溫計有髒髒的 請你們千萬千萬不可以拿到水龍頭下面用水沖 也不可以直接噴酒精在這上面 請你們要清潔的時候拿衛生紙或者是軟布 沾一點點水或者是一點點酒精不要太濕 然後輕輕的擦拭乾淨就好 那因為前面這一段銀色的部分它是感測體溫的地方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用手去碰它 然後也盡量不要讓它去就是有刮痕或者是有受傷 那它只要有刮痕或者是有髒污 那就很容易會體溫量不準 非常謝謝怡婷姐姐喔 那我們想知道的溫度計有這樣的形式 那剛剛怡婷姐姐還介紹了耳溫槍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知道怡婷姐姐今天也帶了髮寶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學校現在在用的耳溫槍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請小蝦米來幫我們示範一下好不好 來小蝦米 這是學校目前的耳溫槍 那耳溫槍它很簡單很快速的可以測量體溫 就是只要讓它開機之後呢 對著我們的耳頭 隔大概3到5公分 按一下就會有體溫了 體溫是36.6度 那因為耳溫槍它沒有接觸到我們的皮膚 所以它很容易會因為外面的天氣影響啊 太熱或者是太冷 然後造成那個體溫的變化 所以耳溫槍它是比較有一點不準的 就是不太接近人體的體溫 但是因為它很快速可以測量到基本的體溫 所以現在這個在校門口很常用 那剛剛說了耳溫槍 耳溫槍呢它是放在我們耳朵裡面 它又比我們量腋下的溫度還要更準確 所以如果小朋友能夠買到耳溫槍的話呢 我們都建議可以買耳溫槍 OK非常謝謝怡婷姐姐還有小蝦米跟影子卷的介紹喔 好對了那這樣子溫度劑現在是全球的大家的共同的病毒要 共同來防疫 那這時候遇到外國人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他們說溫度劑 當然就要請到我們最專業的我們的英文老師 Megina老師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溫度劑的英文囉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teacher Regina Today I'm going to teach you 溫度劑 and 放在我的音下 in English Please repeat after me Thermometer Thermometer 要大聲一點喔 Thermometer 好 放在我的音下 Under my arm Under my arm Under my arm Now let's put them together 放在一起講怎麼講了個句子喔 I place the thermometer under my arm One more time I place the thermometer under my arm I place the thermometer under my arm I hope you can learn it very well Thank you 好 我們非常謝謝Megina老師喔 現在大家都會講了嗎 這個單字不大好唸有點長 沒關係 回去記得跟爸爸媽媽說 再上我們的南聊印象看直播學英文喔 好 體溫劑是一個非常私人的東西 我們要再次的感謝家長會還有教育發展基金 提供了捐助讓全部的幼兒園的老師學生 還有小朋友都一人有一隻 記得我們怡婷姐姐說的 這是很私人的東西 不可以借給 Megina老師 也不可以借給怡婷姐姐 當然更不可能借給小蝦米 還有我們的銀絲卷同學囉 好 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你健康 我健康 大家都健康 南聊印象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